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价钱投资 今天台股呢 下跌了92点 不用怕啦 强势多方格局 拉回要懂得早买点啦 你看看 礼拜大半四五 盘中成形也是大跌了快100点嘛 有没有拉上去 今天回档修正 亲爱的朋友 这个行情有没有容易结束吗 我说不管从国际盘的架构 台股本身的量价 还是从马来分析 台股要产生大跌的危机 可能性为乎几回啊 昨天美国盘 科技股 再度的上升波段新高 5160 昨天的一个倒球呢 指数有没有中错 创新高之后 高姿态整理啊 跟台股的结构很雷同啊 所以台股再加上它的一个筹码 非常稳定的现象 你所看到的是融资余额 虽然最近有稍微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 远不止于大盘上涨的一个幅度嘛 所以这个盘 今天回档修正 Safe 安全啦 所以行情的脉络 在8000点往目前的9000点 靠拢当中之后的未来规划 我讲过 有机会看到万点 今天虽然跌了92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啦 或许有些人会告诉你 外资最近买超了 台股很大的一个金额嘛 它可能是一个潜在性的卖亚 亲爱的观众 你只要领先外资卖股票 不然你是在怕什么 那如果万一外资持续的买超 持续的买超 把台股买到1万点 甚至更高的位置 难道你要一直观望吗 难道你要去等待吗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重点 不管台股现在在什么位阶 你一位投资者 只要会卖股票 比如说领先大盘回档修正之前 你卖股票 比如说你在外资大幅度卖超台股之前 领先外资卖股票 你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你可以是高档卖在等低阶的 所以为什么近期 我要把我们智琴操作的最小坡那一段 有时候赚最少那一趟 拿出来跟投票分享 我们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去年度了一个智琴的操作 要赚65块钱赚87块钱 大家看得很清楚吗 宗室的观众 耳熟能详吧 那这一趟赚87块钱 卖在280 达到月线支撑 250机会吗 网上冲高 12月21号 跌破月线267 卖 自行这一趟的操作 是我赚最少的 那我为什么要重复的 拿出来跟投票分享 我们的一个卖点 因为会卖股票 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不会卖股票 每天只会买 买不停 纵使这个盘在6000年 在7000年 你也没 是没法卖到钱 看看你自己手中的持股 为什么都套牢的 上去不会停利 下来不会停损 所以股票就一摆着 越摆越多啊 你的资金怎么会越来越大呢 是套牢 如果你没有做一个修正的态度 永远还是套牢在那边嘛 你的资产怎么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这一趟的一个卖点 真的很重要 虽然赚最少 但是全身而退 所以当时候的一个架构 自行 你这啊 我说历经了好多次的 多空循环嘛 这一趟 如果你没卖 下来是跌到200以下 对267 当时候如果你没有跟我卖 今天自行还原全职 也不过来到262啊 你还没有解套啊 但是如果你会卖 当下你得到的一个感觉是 诶 真正是不错哦 观点我 不错哦 你会去怪大盘回档吗 你会去怪说 嗯 为什么这趟股票 会往下做修正 找一些莫名的理由 来安慰自己吗 事后的安慰 对你来讲 没有任何的帮助 实际上的一个高点 会逢高卖 那才是真正赢家的一个操盘手法 所以 12月21号 当作267要卖 避开这一大段的风险嘛 那避开之后 今年度的一个志情 就变成在低档区了嘛 那今年度的一个志情的操作 我用了每一趟 那我们会员操作得很顺利 忠实观众 或者新进的一个观众 应该很清楚我的忍耐吧 因为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嘛 包括上一趟 5月19号志情 逢高卖啊 这一趟大概40块钱 5月19号 卖志情 我等了一个多月 来到6月28号 我看到止跌的一个现象 我才做接回嘛 哪两个止跌现象 8天叫废式系数转折 探底线 K线形态 这是一个止跌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双重条件符合买进的要素 低接啊 低接啊 等了一个多月 有止跌讯号 6月28号 志情 216接回 当时候股价都没有动 真的都还没有动啊 亲爱观众 你敢进场吗 我们把志情 还原圈子来看一下 现在 6月28号那天 真的是最低点耶 你现在看是不是最低点 对 没错吧 现在看 当然觉得 这是最好的一个买点嘛 当时候呢 6月28号呢 我当天 给你的买点 我有没有秉持一高 我就买在216啊 买完之后 就开始慢慢的定高嘛 要会抓转折 这是一位分析师 应该带给会员的义务嘛 你总是高点 看得出来嘛 带会员 骂一下嘛 低点到了 带会员 进场成绩一下嘛 是不是这样呢 而且对志情基于 面临分析 当时候我告诉你 他权力金一定越拿越多 去年度光是美国台湾 上市志情这一款 安任的立行药 所创造出来一个 台币金额高达80亿 可以创造出80块钱的EPS 今天对韩国也上市了 那接下来点点点 是哪些地区的国家 我说美国亚洲都上市了 接下来点点点就是欧洲 欧盟地区 也一定会拿取志情这一款 安任的新药 因为它是全球No.1 最先研发出来 治疗 宜藏的一个新药 其他国际大厂 目前还在后面追赶 还赶不上 还在研发阶段 所以我当下已经断定 这个点点点就是欧洲地区 这个重点 我讲了好几遍 对 有没有发生 经过了一个月 7月26号 你所看到的事情 志情欧洲药政快到手了 欧盟人体用药委员会 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他认为志情 这个上市许可是OK的 是可以给他正面的意见 所以一旦欧洲药政拿到手 初级的权利金5000万美金 相当于可以创造出 志情的15块钱的EPS 好不好赚 一家生技公司 一旦它的新药 是基于全球领导市场的一个新药 你觉得它的权利金 会不会越拿越多 我所分析的基本面的概况 事后多让你印证 领先你所看到的消息面一个月 7月26号你看到 欧洲药政快到手了 628我就告诉你点点点 就是欧洲地区嘛 所以当时候真的要买啊 对 216没有买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7月4号 当志情 杀下来一根黑黑棒打到217 把握低接 是我当时候再度提供给你上乘的机会 我对电视机观众朋友 真的有好 真的有好赞 一档股票 打到我216买点附近 我告诉你要低接啊 我会因为当时候他回档修正 就看外他的后市吗 我会因为他盘中可能受到大盘影响 股价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好像要跌停板吗 会你赶快卖掉吗 我告诉电视机观众 这是一个低接买点 对 或许你那时候你觉得可能会跌停板 所以你差点蛋 但是我看到是一个赚钱机会啊 讲得很清楚啊 7月10号 那7月10号又来到217 我说这个压缩随时会喷出 这边都是很好再度介入一个时机点的 股价不动 但你会进场的分析师绝对是少数 因为大部分人们都喜欢用涨停板的股票来吸引你的目光 每天股票是变来变去 因为电脑暗暗每天都有涨停板 而且是不一样的标的 呈现在你面前嘛 但是 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要成为顶尖的赢家 一定是一档股票赚破断 不是每天换股换来换不停耶 增加税不用钱吗 手续会不用钱吗 我带给你是一档股票 稳健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给费的持股费很多嘛 两个做股票两三支就够了 如果是两个做股票 每天都给你两三支不一样的股票 你没办法照顾 你没办法负担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自行 7月13号告诉你 压缩会喷出 再度上车 有没有喷出 就从217涨到235 上你拜三回党来到 227准备上又是一个再度上车的机会 不管216 217还是227 最重要的关键性的买点 我都给你带到 你来跟我合作 是不是激进零风险 跟我表列落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转折买点 我介绍给你 而且每一趟都是对的 每一趟都是对的 眼目上 剪完之后 就从227来到上礼拜我的237.5嘛 所以第一阶段任务完成了 我剪码一半持骨 亲爱的朋友 上礼拜我的动作你很清楚嘛 自行 先剪码一半 留一半持骨 参加除全席 这是我的动作 我怎么带会员 我电视上就怎么讲嘛 本来自行是我们的 尊龙会员核心持股 这一趟我特别开放 我们特别会员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次自行的完美的一个架构 我们所带给会员的绩效 对 尊龙 特别会员 大家一起来赚嘛 所以如果一档股票有把握 我当然是尽量全体会员共襄胜举嘛 只是说因为自行的股价稍微高一点 那普通会员 你们因为资金规模有限嘛 那有时候发比较高价的股票 给你们 你们给我反映说 嗯 股价太高了 买不起嘛 所以我们这次就 没有开放给普通会员 一起来买自行 但是我的心里 亲爱的观众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 对吧 我都在216买完之后 两次的217告诉你 那是一个低阶位置啊 你又知道我们对 不管是会员 还是电视机观众的一个照顾 无为不至啊 第一点邀你上车 结果是让你看到波段利润分析师 真的是少数啊 因为股票市场上 赢家是少数 赢家是少数嘛 所以整个事情呢 我们上礼拜五 留一半参加除全席嘛 很清楚吧 礼拜 除全席完之后 盘中亮灯嘛 亮灯完之后 礼拜二又冲高 我说短线不要去追 当天它还原全值是大概262啊 因为我怕你短线去追 礼拜三杀下来 你又被洗漱涨啊 所以技术分析的一个层次 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啊 问题是当买点到了你会不会卖 高点该卖的时候你会不会卖 那你啊嘛 所以在这里拜天 三场的全省投资讲座 我会把我这一本超版新法 带到讲座现场 我说过 你又来听讲座了 有机会得到这一本 我20年超版的精神著作 这一本新书 是精装彩色版哦 不是办公室随便印一印 黑白的讲义给你哦 我是下重本的 因为我对待所有支持我的人 我给你们的都是最好的 不管是这本新书 还是给你们的绩效 这是我不便的承诺 好不好 所以礼拜二自行冲高嘛 不要急着去追 你如果礼拜二去追高 礼拜三洗下来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又追高杀低了 所以我告诉你 礼拜二的自行冲低再来跟我买 礼拜三有没有杀下来 那杀下来要怎么冲低买 你清楚吗 整个自行呢 礼拜四是不是又红黑棒了 一档股票要如何赚完整个 完整波段 那正是一门高深的一个学问跟功夫啊 所以这次自行 它会涨到什么位置 或是基于它的一个 权利金的一个收入来源 可以创造出自行多少的一个价值出来 我们在礼拜天投资讲座 会跟你细说分明 会跟你交代的很清楚啊 你如果对它的基本面 或是它的一个筹码 有深入了解 当它回档修正 你会知道什么位置 可以再度的上车 你才知道啦 就像我们之前 不管是216还是217嘛 你如果知道它会涨 这里就敢买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自行 今天台股跌了92点嘛 自行还涨一块钱耶 长线基本面的一个权利金收入来源 不停地往上增加的结果 股价容易在大盘 洗盘震荡过程当中 产生绝对抗跌性啦 这是你要把握的一个重点 有时候买股票 要买什么 买投机股吗 买地雷股吗 万万不可 股票市场上只要没有放假 每天都开市 要赚取机会 时间多的是 机会多的是 所以这里拜天 为什么要举办这三场投资奖座 为什么 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啦 我知道很多同庙 很担心这个行情 来到9000点了 这个盘还会再涨吗 这个盘还有高点吗 9000点了 还有股票可以买吗 亲爱的同庙 不要自我设限 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跟预设任何高点 如果这个盘 有机会来到1万点 甚至更高的位置 你为什么不跟我 一起来赚下去 而且我是为大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不然将来大盘 什么时候要回档 或是外资 在什么情况会撤退 我会领先市场 告诉你正确的卖点 我是怕你 现在果足不前 那未来 千点以上的大行情 你再度的措施了 你真的会 很可惜 所以这礼拜天 三场投资奖座 台北台中高雄各一场 那现场的座位 相当有限 亲爱的同庙 你一定要 先打电话 进来预约 保留位置一下 否则到时候 我没办法 弄个位置给你啊 那你就会错失了 今年度 第一次的投资奖座 也可能是今年度 唯一场 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奖座 你真的要好把握 就这样 再会到今天现场 头痛 请用 用分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没分出 没分出 不好 好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最大专线 迎来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周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临近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 适当的保险 你也提醒 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 欢迎闻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还是有同朋友打电话 进来问这一档新剧科 到底谈上来要不要出 我在这礼拜前 今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反弹上来要卖 因为它的基本面 不足以支撑股价 往上走高 自己看 新剧科 去年整年度 亏了7块多 今天第一季还亏了1.68 基本面有疑虑的 看不到未来展望性的 我碰都不会碰 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纵纸这边很会涨 现在怎么样 你看到这样的基本面 有疑虑的公司 你敢重压吗 你晚上买了之后 睡得着觉吗 所以当它出现风险性的同时 我为什么在高点告诉你要卖 你不卖 它今天又来破断底点 那如果就一个技术分析 来看 很简单嘛 昨天新剧科 跌破这个短底嘛 所以昨天的高点 就变成目前的压力嘛 今天谈上去 有没有过昨天的高点 有没有突破昨天压力 并没有啊 所以我今天对于这位同朋友 打电话进来给你一个建议 还是站在卖方 还是站在卖方啊 操作股票 讲究的是一个 安全性的考量 以至于产生一个波段的获利空间 如果你选股 基本面是有疑虑的 是财报数字 亏损的 它会不会产生一个地雷效应 你们遇到买股票之后 卖不掉的 你们遇到买到股票之后 下市的 我以前在法兰部当超办事主管 我看了很多同朋友 这样一个惨痛经验 所以我永远不会去选 基本面有疑虑 财报数字亏钱的公司啊 因为那是高风险的标的 我碰都不会碰啊 所以你今天看一下 3673的TPK 为什么今天股价会重挫 嗯 去年度的TPK 亏了57块钱 去年度第二季 TPK又亏了7块钱 这种公司随时都有利空 随时都会重挫 你去碰它 那不是风险相当高吗 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财报数字的一个筛选 所带给你的是 至少我们带进的股票 基本面很健全啊 买得安心啊 睡得着觉啊 对 可以产生大波段的获利空间啊 162的一个志行 你来跟我操作 是不是买得很舒服 你敢不敢中压啊 嗯 你如果知道 它那个权利金来源 收入越来越多 光是去年度的一个 台湾美国上市之后 所得到的 可以让志行创造 80块钱的EPS 今年度 欧洲要证 只要拿到手 开始在欧盟地区上市 初步权利金可以创造出 15块钱的EPS的获利空间 所以买这种 未来具有爆发性的个股 你所看到的是一个 波段式的操作 今天大盘跌92点 志行还是不跌 还涨一块钱嘛 它有没有产生 绝对抗跌性出来 有没有产生 非常棒的一个走势出来 这样一相比较 你应该知道 庆龙老师选股的用心啊 所以包括这一档 金鼎 红海集团金基姆的 我说看到这根量 要懂得进场买嘛 7月10号啊 短底嘛 营收成长啊 我们买在80 我们跟你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啊 买完之后隔天 往上定高 我说意识到了 那一档股票 没有走完之前 有低点 新救货员 再度的一起来上车 上礼拜我的一个经典 趁回档啊 79.3附近买 11.49分嘛 保证又一定买得到 逢低要敢乘接啊 不是下跌的时候 你家庭没看的人 让我找没人 我想要跟你搁 是不是 所以呢 逢低要敢买 礼拜三就涨到82.3 涨了6.5% 礼拜四的金鼎 就涨到83.6 又涨了4.6% 今天金鼎的股价呢 如果大盘跌了92点 它跌不下去嘛 所以在今天盘事回档修正过程当中 如果你股票 跟我们家的志勤 青年一样 产生一定的抗跌性 如果它的基本面又够优 这种股票你就留下来 相对来讲 如果大盘在九千年附近 高支它的整理 你的股票是一直往下探底 探底再探底 基本面如果有疑虑的 就赶快出一出 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地方该出的 把你的问题带到讲座现场 我一并帮你解决 好不好 能解决问题的 那才是高明的分析师啊 不要等到你的问题扩大了 到时候谁也爱莫能处啊 所以礼拜天 北中南 青年老师 与你有约啊 台北台中高雄 各一场投资讲座 这个投资讲座 我们当然要告诉你 要迎接万点行情 哪些具有波段式的一个钻石股票 要呈现在你面前 自行是波段式的股票 你自己去看啊 它是大波段的股票 没有错吧 接下来要往上攻万点 当然还有下一档 把整个指数往上撑嘛 它一定要轮动轮涨的往上攻 这盘才会健康嘛 这是我们在礼拜天 三场投资讲座 谁要讲述的一个逆路嘛 波段式的钻石股 你一定要来听 除此之外 我要把我二十年 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这一本操盘信码带过去 里面是我的心血绝经 所以我当天会播一部分的时间 来告诉你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个层面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很喜欢研究技术分析 但是技术分析其实又深又广啦 我会把这本书的一个精华面 应该运用在什么样食物过程当中 然后会产生怎样买点跟卖点 会用比较实际的情况来告诉你 不是照本宣科啦 如果照本宣科念念 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跟价值 重点 食物上的一个操作 那精华的一个浓缩 在礼拜天投资讲座 一样一并给你带到 所以这三场讲座 非常的丰富 对同学来讲 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只是说座位真的有限 如果你想来聆听这场投资讲座的 希望你跟我们现场助理 做个预约报名动作 我才有办法保留位置给你 我们会长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知晓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7月31号停天 上午9点半在台中 上午2点在高雄 晚上7点在台北 作业有限 请先来电约 江哥布达02 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 定大投顾蔡老师 投资奖作 要告诉您 布局万点行情 钻石骨 7月31号停天 上午9点半在台中 下午2点在高雄 晚上7点在台北 作业有限 请先来电约 江哥布达02 27810909 27810909 当股市间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